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407集 二皇子离开了暴月楼 他的脸色有些异样的冷漠 不论在这一番谈话之中 他获取了何样的信息 对于范贤的宗旨有几分信任与畏惧 但是今夜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许多 他在京中的势力已经被范贤毫不留情的连根拔起 如今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一条是坚决的依靠在长公主那边 一条就是如范贤所想 老老实实的退出夺敌的战争 没有实力拿什么去争啊 但二皇子心里明白 事态这样发展下去 如果范贤今天晚上没有扫荡自己的势力 那么在不久的将来 要不然是庆国陷入一场动荡之中 要不然就是自己会被无情的清除 但他不会对范贤有丝毫感激的情绪 因为范贤逼他上了绝路啊 大皇子与范贤说了几句话之后 也满脸忧色的离开了抱怨楼 同时还带走了三皇子 皇室几位兄弟间的谈话并不怎么愉快 而老三要回宫 他身为禁军统领顺路带回去比较合适 此时夜渐渐深了 如果天上没有那些厚厚的雪云 一定能够看到月儿 移到了中夜应该所在的这个位置上 范贤没有离开抱怨楼 他一个人坐了很久 让楼里整治了一盆清汤羊肉片去了 吃得浑身有些发热 又饮了几杯酒才缓缓站起 走到窗台边往下看了两眼 窗外一片死一般的寂静 京都府与守备师的人都撤走了 抱月楼今日歇夜 姑娘们也早睡了 只留下了几个机灵的人在侍候他 楼内红烛净利 范贤让石清二准备了一桶热水 舒舒服服的洗了一个澡 洗完澡后 他搓着有些发红的脸颊 问道 大皇子这两天有没有去洋葱巷啊 石清二在一旁听着 知道大老板说的是那个胡族公主的事情 摇了摇头 正准备上前服侍他穿衣服 却被他挥手换了出去 回忆时桑文进来了 这位温婉的抱月楼掌柜 微蹲着身子 小心翼翼地将他的贴身内衣穿好 手指从他匀沉的肌肉表面划过 不由微微一正 却不敢多有动作 又仔细地将紧三指宽的暗弩 系在了他的左手小臂上 穿上靴子 将黑色卸长的弩手插入靴中 桑文站起身来 对范贤的服装进行最后的整理 保护那件黑色的监察院官服 遮蔽住了范贤每一丝 可能受到伤害的肌肤 他点了点头 范贤微微一笑 表示赞赏 确认了身上的药丸没有遗失 拍了拍桑文的脑袋 往房外走去 桑文微微一正 说道 大人 剑 范贤回头 看着桑文手里捧着的那把大卫天子剑 表情平静 眼中却闪过一丝枉然之意 扳上后说道 这剑太亮 还是不要拿了 就先搁在这儿吧 抱月楼的三重皮帘被掀开 一应主事人恭恭敬敬地送范贤出了门口 他此时已经将涟漪的后帽掀了起来 套在了自己的头上 让阴影遮住了自己清秀的面容 踏下楼外的石阶 他忍不住抬头看了一眼沉沉的夜 似乎是想确认待会儿会不会下雪 马车驶了过来 他摇了摇头 示意自己要走一走 便当先向着东面行去 今天抱月楼开宴 他没有带虎卫来 而监察院在京都的全体力量 已经趁着夜色 进行了无数次的突袭 甚至连几年小组的力量 都投入了进去 此时跟在他身边的 只不过是范贤的几个护卫 以及一个车夫 众人知道 今天抱月楼开宴的事情 也听说了今夜京都内的骚动 都以为少爷是要行走思考 所以不敢上前打扰 只是让马车远远地跟在后面 往东行出了没有多远 一转便进了一条直街 长街 直直地长街 穿着一身连衣的 他忽然停住了脚步 似乎是在倾听着什么 然后他挥挥手 是以后面的车不要跟上来 而他自己逐步迈步地 往街中走去 此时夜已经深了 停雪的京都街巷里边 忽然冒出了一股奇怪的雾气 雾气叫出空气渐重 从四面八方会拢过来 渐渐弥漫在长街之上 微白色的雾 在没有灯的京都夜街上 并不如和色彩分明 却有效地阻碍了人们的视线 令人睁眼如芒 伸手不见五指 后方跟着的马车 本不敢让范贤一个人在这夜里边独行 也不准备听从他的安排 但此时依然迫不得已停了下来 车上的范府护卫们 将气死风的灯笼 拔得更亮了一些 可是暗黄色的灯光 只照见了前面的雾 宛若苍苍山头顶的云溪 却看不了多远 早已看不见那个穿着黑色连衣 孤独的背影 长街之上白雾 见迷便只能听见范贤 微弱的脚步声 以一种极其沉稳而固定的节奏响起 除此之外 没有一丝声音 似乎这街上没有任何活着的生物 今夜监察院要杀的人 似乎已经杀完了 要抓的人 也已经被捕进了天牢 由七处牢牢掌管 还不知道这些事情的京都百姓们 在被窝里边摊着暖意 夜游的权贵们 早已经精心回府 打羹的人们在偷懒 十三城门司的官兵们 只是注视着城门 脚步声一直向前 然后似乎觉察到了什么 便在白雾之中停顿了下来 一阵冬天的夜风吹过 这长街上的雾气 被吹拂得稍薄了一些 隐约可以看见长街的尽头 长街尽头应该没有人 但是总感觉 似乎有人戴手在那里 穿着连衣的他停住了脚步 抬起头来 双目平静直视前方 似乎要看到那里究竟是谁 然后 他看见了一个人 那个人身形魁梧 双肩如铁 宛如一座山一般 矗立在那长街尽头 身后附着一张长弓 背负剑筒 桶中有剑十三只 封亭勿农 不复剑 今夜是范贤让监察院向二皇子一系发起总共的时刻 但他似乎忘了一点 当你进宫最猛烈的时候 往往也是自己防御最薄弱的时候 此时 他的身边没有别人可以依靠 只有自己 他在对山谷巨沙的事情进行报复 毫无理由的报复 却忘了某位大都督 也要为自己唯一的儿子的死亡进行报复 能躲过对面的那张弓吗 两年前他被这张弓 从弓墙之上射落 全无还手之力 那只弓箭已经成为他 武道修行上最大的一处空白 所以他在雾后停住了脚步 白雾的内方 雁小乙 微微垂下眼帘 感受着雾后那人的气机 确保对方不会脱离自己的控制 雾的这一方 没有移动的迹象 雁小乙 前任的禁军大统领 如今的庆国征北大都督 庆国屈指可数的九品上超级强者 他自然不是一个疯子 他知道在京都的长街中暗杀犯贤 这意味着什么 但他依然没有强行压下自己的战意和血性 因为当他在园台大营帐中 看见艳慎毒的尸体时 就已经下了决心 人生一世究竟为何呀 纵使自己日后手捅天下兵马 打下这一整片江山来 却拖给何人呢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言道之为您博奖的长篇穿越小说 庆云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所以他不是疯子 却已然疯了 今夜京都不平静 谁都没有想到 范贤会如此强横地进行扫荡 同时也没有人会想到 堂堂正北大都督 居然会舍弃了一应顾虑 回到了本出的猎户心思 冷漠地观察着范贤 注视着范贤 等待着范贤 一直耐心地将范贤 等到了死地之中 长街虽然有误 能阻止人的视线 却不能阻止燕小矣的剑 他的剑 本来便是不需要用眼的 今夜他携十三只羽剑前来 便是要问一问范贤 一处贴着的告示上面 那句十三狼是什么意思 如果范贤死了这问题 不问也罢 不论范贤这些年来 再如何的进步 在武道修为上 再如何天才 燕小矣也有些冷漠的相信 自己绝对可以杀死对方 此事与夺敌无关 与天下无关 非为公义 非为利益 只是丝绸不可解 契机已然锁定 二人一人在街头 一人在街中 除了正面对上 别无他法 但现在误后沉默着 似乎在评估自己 应该站还是应该退 长久的沉默之后 燕小矣往前踏了一步 浑身锁鞋的那股杀气 令他身前的白雾为之一荡 露出前面一片空地来 空气中顿时又寒冷了起来 然后 他的脚马上收了回来 眼角余光向着 左上方的屋檐看了一眼 微微皱眉 用那屋檐上的石兽 挡住自己的身体 以他的身体和石兽为一线 他感觉到 在那个线条的尽头 有一个异常恐怖的杀鸡 在等待着自己 这是没有道理的感觉呀 他自幼生长在林间 与野兽打交道 却也养出了 如野兽一般的敏锐 对于危险的存在 总是会提前判断出来 此时长弓早已在手 见之却未尚嫌 燕小乙微微低头 感受着四周的异动 究竟是谁在埋伏谁呢 他是一位酒品上的绝世强者 除了那四个老怪物之外 燕小乙在这个世上 并没有多少需要忌惮的 甚至每每当状态 进入巅峰之时 他总会在心中 生腾起一股 向大宗师挑战的想法 也因为他这种境界 所以他可以清晰地察觉到 长街之上 只有他与范贤两个人 所以他才敢如此冷漠地 用心神坠着范贤 时刻准备发出致命的意见 然而 先前当他踏出那一步时 他却发现了极其古怪的现象 首当其冲的 便是那个不知在何处的 不知名危险源泉 其次是他的那一步落下时 感觉身后雾气的味道 似乎有些变化 是味道 不是味道 是风和雾的最细微 触感变化 而不是入口后的感觉 燕小已知道 在自己的身后 一直隐藏着一位极为强大的人物 这个人的武道修为 不知具体到了什么境界 但能够瞒过自己这么久 一定有能力伤到自己 他不敢妄动 因为他知道 一旦自己发现 存续已久的惊起神 便会为之一泻 露出一些缺陷 一旦心神有缺 他没有把握 能够在身后那名高手 与远处的危险 两处合击之下 全身而退 长街上 就这样冰冷的沉默着 我那头的人不能动 我这头的燕小已 也不能动 不能动脚 却能动手 燕小已深深吸了一口气 整个人的身形 显得更扩大了一些 手指缓缓落下 似无意间 在自己的弓弦上扶过 他的手指很粗壮 但这个动作 却很轻柔 就像是柔好扫过画纸 葱纸浮过琴丝 兰花 微微绽放 嗡的一声轻响 弓弦颤了起来 似乎有一种奇特的魔力 在他的弓弦上产生 微微颤着的弓弦 带动着四周的空气 搅着微白的淡雾 渐渐凝成实力 滑破面前的长街 随着这一声 嗡的轻响 悄无声息地向着雾的那头吸取 向着雾的那头的那个人吸取 雾那头传来一声门哼 紧接着便是有人坠地的声音 严小已平静着翻腕 长弓直立 不见他如何动作 剑鱼已在弦上 现前无剑一射 已有如此之威 更何况此时 他的弦上已经有了剑 但他没有发现 只是一味地沉默着 因为他清晰地判断出 屋内头的人不是范贤 虽然他很疑惑 明明自己是看着范贤 出了抱月楼 对方是何时掉了包呢 但他明白 精业狩猎 已经转换成了 猎人与猎物的角色 燕小已凛然不惧 只要长弓在手 就算是两名九品高手 来扶杀自己 他也不会有任何惊惧 相反 他有些久违了的兴奋 随时准备用自己的弓弦上的剑 来了结某个生命 手上的弓箭并未瞄准 可是他的心神已经锁定了遥远的内处 只是两边间隔着的 明宅檐上的那个十字异兽 无法出见 燕小已还有一部分精力 放在身后那曾经改变过的刹那 现在又恢复如常的雾气味道里边 谁都不会先动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长街上这奇怪的雾 依旧没有散去 燕小已如山般的身躯 依然站立着 没有丝毫疲惫之意 可是他清楚 暗中那两个人也没有疲惫 至少没有让自己察觉到对方的心神有任何的松懈 能够和自己比耐力 以及毅力 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燕小已认可了对方的境界和实力 他明白 这深夜里的长街狙杀 已经陷入了僵局 自己用那十手护住了自己 却也阻挡了自己 这样僵持下去 只怕天都亮了 双方依然无法动他 然而对方可以撤走 燕小已却无法动 他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了劣势之中 又是很久过去了 燕小已依然稳定地站在街头的一角 就如同一座雕像般不可撼动 长弓在手 剑在弦 稳丝不动 有一种很奇妙的美感 忽然这时 被白雾弥漫的长街上 忽然传来一阵咳嗽声 伴随着这一阵古怪的咳嗽声 一道淡淡的灯光 也映入了雾中 光线 渐渐地亮了起来 走进了街角 离得欲近了些 才发现是两个灯笼 灯笼被指在两名小太监的手上 小太监脸色冻得有些发白 小太监的身后 是四个杂役 抬着的一顶小轿 咳嗽声正是从那个小轿里 不停响起 轿子停在了燕小已的身旁 轿帘微先 露出一张苍老且疲惫的脸 这张脸是属于红公公的 红公公昏浊的双眼眨了眨 对轿旁的燕小已轻声说道 临界赏雪夜 大嘟嘟好兴致 只是夜已经深了 还是回府吧 老奴送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由严道直播讲 时光后继婚姻的长篇穿越小说 静于年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点赞 转彩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